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农夫住在村子里 而村子的旁边就是森林 里面生活着各种生物 包括一头熊 一天熊看到农夫准备到田地里去 他到了那里之后 就开始用一把铲子在地里挖着什么 熊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凑到农夫身边问他 嘿 农夫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是这样熊 我要把这片地耕一下 种下一些种子 收获一些农作物 就能吃到我种的东西了 熊觉得非常开心 这样就能有东西吃了 于是他请农夫帮个忙 嘿 农夫 请你发发善心 把你收割的农作物分给我一些吧 农夫挠挠他的后脑勺说 好吧 等我的农作物长起来分给你一些 告诉我 你想要哪一部分呢 熊 是叶子还是根 我怎么可能想要吃这些根呢 哦 上面全都是土 于是熊对农夫说 我当然要叶子了 很好 农夫说 那我们说好了 我会给你叶子 不过你得付出劳动 现在给你这个梨 咱们开始在田里干活吧 这可是熊最没想到的 农夫居然让它像马一样来耕地 但是熊别无选择 它拼命干活 累得气喘吁吁 而农夫还在梨后面 使劲地催着它快走 加油我的小马 再跑快一点 总之它们耕完了地 种下了种子 然后 碰 它们收获了好多好多的大萝卜 熊挖出了所有的萝卜 再把它们送到了农夫的家 堆成了一座小山 可怜的熊累极了 它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这时农夫走了出来 开始分这些萝卜 然后呢 它拿走了所有的萝卜 并且对熊说 这些是我的根 然后它把上面 所有没有味道的绿叶子 都给了熊 说 这些是你的叶子 祝你好胃口啦 熊尝了一口 然后说 哦 这简直太难吃了 这些叶子根本就不能吃农夫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呀 农夫看着熊 假装很惊讶的样子 是你跟我说要叶子的呀 对不对 熊看着农夫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那样呆呆地站着 惊掉了下巴 还能听见它的肚子 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可怜的熊 它真是饿极了 于是 它问农夫 你能分给我一些萝卜吗 求你了 好吧 农夫对熊说 那么我可是有条件的 你得先种好十堆玫瑰丛 然后呢 必须分解好三袋豆子 洗好脏盘子 打扫完整栋房子 洗完全部衣服 然后 还有什么 哦对了 我要去睡觉 你就站在我的床边上 用这个把飞来飞去的苍蝇轰走 如果我被苍蝇吵醒了 我就把你赶出去 那样的话 你就一个萝卜也拿不到了 可怜的熊 叹了一口气 戴好围裙 开始在房子里干起活来 农夫则一刻不停地在后面数落着它 你有什么毛病吗 你这头笨手笨脚的熊 你来回的走来走去 我都睡不着觉了 你就不能安静点吗 最后农夫终于睡着了 他大概梦到自己把所有的萝卜 全部都吃光了 而熊就乖乖地站在他的床边上 用他的爪子去赶着苍蝇 但是有一只又肥又绿的苍蝇 落在了农夫的鼻子上 而且还爬来爬去的 农夫抽了几下鼻子 就要打喷嚏了 这可把熊给吓坏了 哦不 它马上就要醒了 它就要醒了 于是它举起了苍蝇拍 用尽全力拍向这只苍蝇 熊本来是打苍蝇的 却不偏不倚地 打在了农夫的鼻子上 农夫跳了起来 捂着鼻子尖叫着 我的鼻子 这时熊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它几步就跑到了屋外 摔在了庄萝卜的口袋上 它抓起几个口袋 飞而似的跑进森林里去了 农夫最后一个袋子也没有剩下 只有疼得要命的鼻子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这是因为那些自私又贪婪的人 只能看到自己鼻子那么远的地方 要乐于分享哦 哦 我可喜欢去熊的家里找他玩了 哪天我也带你们一起去吧 不过现在呢 我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客人的 特别吓人的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小红帽 她以前有时候还会穿一件斗篷 但是现在她只会戴一点红色的帽子 冬天的夏天也会戴着 有一天 她妈妈让她去看望她生病的奶奶 同时给她带些好吃的过去 于是这个小女孩拿上装着肉馅饼的篮子 向奶奶家走去 她在森林里沿着小路走着 那些肉馅饼实在是太香了 女孩便对自己说 我要在这里坐一下 然后只吃一块馅饼 突然有个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 从她身边滚过 砰的一声 直接撞到了树上 你们猜是什么 是一个姜饼人的脑袋 她坐在那摇着脑袋 其实她是浑身都在摇 因为她只有一个脑袋 没脚也没手 小红帽把她给抱了起来 姜饼人脑袋说话就和人一模一样 求你别吃掉我小姑娘 让我来给你唱首歌吧 怎么会有人想要吃掉你呢 你一直在森林的地上滚来滚去 我还是把你带到奶奶家去吧 也许你对她还有点用处 小红帽把姜饼人脑袋上的土弹了弹 然后放进了篮子里 藏在附近灌木丛后面的大坏狼 听到了这一切 她决定把他们全部都吃掉 小红帽 奶奶 甚至还有脏脏的姜饼人脑袋 奶奶觉得身体不舒服 正在家里卧床休息 她听到有人来敲门 觉得很惊讶 是谁啊 奶奶问 是你的亲孙女小红帽啊 我来看望你了奶奶 大坏狼吼着说 哦 我这个可怜的孙女 可能也生病了 她的声音一直是很甜美的 但是现在这么丝雅 奶奶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她说 拉门上的绳子就行 亲爱的 然后门就开了 狼就是这样做的 门打开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特别恐怖 大坏狼立刻把奶奶吃到了肚子里 然后吐出了她的眼镜和帽子 大坏狼甜甜嘴唇 准备好等着小红帽的到来 她专扮成小红帽生病的奶奶 躺在她的床上盖上她的被子 戴上她的帽子 把她的眼镜夹在自己鼻子上 然后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是谁啊 大坏狼问 我是你的亲孙女小红帽 我来看望你了 拉门上的绳子就行 然后门就开了 大坏狼装扮成奶奶说 小红帽进了屋 把放着姜柄人脑袋的篮子 放在了地上 当她看到奶奶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奶奶看上去病得非常厉害 她的脸全是黑的 而且还找满了奇怪的毛 小红帽坐在一把小椅子上 说亲爱的奶奶 你怎么了 你的手可真大呀 就是为了抱抱你呀 我最亲爱的小孙女 大灰狼裂开嘴笑着 亲爱的奶奶 你的牙可真大呀 就是为了吃掉你呀 大坏狼吼笑着 一口吞掉了小红帽 姜柄人脑袋被吓得够呛 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她从篮子里跳出来 大坏狼像抓球一样把她抓住 也一口吞了下去 大坏狼躺在床上 呼喊着 不能动态 她吃了那么多人 还有一块饼干 也难怪 她现在会觉得肚子疼了 她的肚子就像气球一样 鼓了起来 变得又大又圆 然后砰就爆炸 所有人都跳了出来 奶奶 小红帽 当然还有姜柄人 奶奶和孙女开心地跳来跳去 姜柄人脑袋则滚上了窗台 跳了出去 然后跑掉了 她在森林的小路上滚着 遇到了狡猾的狐狸 姜柄人脑袋对狡猾的狐狸 唱起了她常唱的歌 但是狡猾的狐狸说 我太老了 听不清楚你的歌 你要是能坐到我的鼻子上唱 我就能够听到你唱什么了 姜柄人脑袋就跳上了 狡猾的狐狸的鼻子上 唱了起来 狐狸张开了大嘴 碰 她把她吃了 这是姜柄人脑袋应该有的教训 你刚被人吃掉过了 是不是 为什么要跳到一个 你不认识的狐狸的鼻子上呢 这对小红帽来说 也是个教训 你不能告诉在森林里认识的陌生人 你要去哪里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经常去看望你的亲戚 你要是见到一只狼 就知道那一定不是你的奶奶 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 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灯花灯花在哪里 按下这个麦克风 马沙与熊就放松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来 你也来 醒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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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